HELLO,我是Lakotaki 今次是要打這個空嘯挑戰 限時40分鐘,女潰滅之少龍超重力22% 這個挑戰都整兩個星期差不多 今次Lakotaki是用今期Marvel的最強Leader之一 Captain Marvel來過這一關 編成方面的難度都是偏低一點 好,馬上介紹一下 左邊Marvel是前方防轉隊長雙元前耐性 繼承是這把矮合的十絲兼三血強化武裝 這把幾癲都不用說 頂攻必備 然後第二位Marvel 前方雙元前耐性 繼承方面是這把 Bondor的蝴蝶傑 Spy Family狗狗阿邦的蝴蝶傑 又回加血兼2秒手指 手指都意外地幾重要下 對Lakotaki這些轉珠不是那麼強的人來說 第三位就是今次Marvel對必備 emm 、八星 love teil hmm McSm ними かpow この招數 Exb 超覺醒 前回兩倍雙元前耐性 繼承是這把 光玻璃的 nets Sp兼轉光束 i elimination seu yoga 和三光珠强化 citoy 再是Ex教授 五加币換回來 加回Sb 超覺醒 請權Lmi衝閃 theory 這個解武裝無效 繼承方面是這把 Miss Marvel 武裝,有個加血兼加花回 技能同樣地都是加回加速 沒有結果用回名過都OK 再來就是換回來的天武龍 今次CM對必備 10C浮空超過城,潛伐兩倍 繼承是這把,這把是FF的角色 他有個SB兼3加血兼有個加珠,貪再加珠 既然不在乎加珠就用回SB兼3個SB強化 例如是空火龍都OK 最後另一邊隊長是這個 都是FF的五星角色,拉圖或騎士 潛回龍Q有兩顆,兼Skill完全耐性 繼承是這把,這把是沙龍武裝 又回腰子,又回SB,又回加血和傷加珠強化 這個五星來講是非常強的 有的話千萬不要賣走 騎士主用回變身後 碟加營的隊長技 以及有個大輕減 700%輕減,頂回BOSS 今次技能都是破損吸用,適合了 兼解放用 OK,編成就是這樣 準備選個血強化徽章 整體SP方面先看 都不忘記看一看 是踩在SB,劍斜11秒手指 乘回1.5倍是16.5秒手指 眼鏡、雲、封條、全齊 加珠都全齊 讀邪魔不用來,作弓來的 好,那編成就介紹到這裡 這隊簡單編成到的CM隊怎樣打回這一關呢? 我們馬上試一次 GOGO,馬上開球了 OK,想不到這隊可以打回空少 正名馬虎真是厲害的 啊 不過是熱環境的最強level 好,首先第一關樂機是超坦的 右速版面 雖然版面之後開回加速 添武龍加速 加完速之後開回雙馬虎變身 不用理的了 盡量留點光珠 可以的話可以的話 留不到這樣都沒辦法了 OK,第二關呢 開回MISS MARVEL 然後MARVEL 轉回珠 版面是夠12顆夠不夠? 夠的話 就開回MISS MARVEL MISS MARVEL先開 再加快速 再來是騎士變身 這個夠豬的話就不想開博士 因為開博士轉轉轉都蠻煩的 好,我們就這樣轉回 3吋光腰 轉回3吋光腰 好,轉到差不多 一下頂攻3吋光 到這個位置 基本上3彎3吋光就完成了 但是就很難了 所以基本上3彎就2吋光兼1吋光 應該是2吋光兼1吋光 好,第二彎,不說那麼多廢話 然後基本上這一下 由這裡轉回 2吋光兼1吋光就差不多了 好,2吋光兼1吋光到這個位置 還差一下 轉到一次2吋光兼1吋光就完成了 好,還差一下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最後試一下轉回2吋光兼1吋光 這個火力之下就可以3彎之內搞定了 即是3彎2吋光兼1吋光就OK了 好,第二關了 第二關三人馬都是簡單的 前面變身是完全不難搞的 第二關 好,開天武龍先選擇閣 然後開回MARFLE 這裡也是,轉回2吋光兼2吋光兼1吋光 好,2吋光兼1吋光 OK,馬上稱呼完第二關人馬 第三關了 第三關是這些魔偶 這些大肥 好,那就完全不用理 開回CM,再開回MARFLE 要破防,要破貫通 好,破完貫通之後又差不多了 這個珠子好像不太好看 但都不要緊 還拿1吋光 麻煩你 這樣就差不多了 2吋光兼1吋光 又是這個PATTERN 這個轉法是全層都適用的 雖然3吋光兼3吋光兼1吋光兼1吋光兼1吋光兼都夠了 假如不是太漂亮的版面 OK,下一關好像很差 沒有光珠 低B喔 沒有光珠 師傅 老闆,很嚴峻 我真的要打定12分精神 OK,都夠的 這樣吧 先轉回10C兩寸妖,清一清怪 剩下一隻就不要緊 剩下的會解放,然後不用理會 開一個CM,嘩沒有光珠 開一個X教授 然後開一個騎士 這裡就轉回兩寸光妖妖 但是光珠會不會太少 現在光珠不當做 今期好像不當做 但兩寸光妖就夠了,不用那麼多 火珠都轉光了,火珠都轉不到 轉光了,麻煩 這樣吧 轉回火珠走,轉兩寸光妖呢 這裡就差不多可以秒 火珠好多,會不會太多?下彎很難轉 因為下彎是多卡珠,加上有個減 即是減回方面是難搞少少的 但都頂上了 開一個CM先 開一個CM 這裡暫時都OK的 暫時 我們轉回個... 看看 但是光珠,光珠,光珠 光珠這下,好奇漂亮的 對,轉回光珠 在悶熱情況之下,這是夠頂的 並不夠力 第二下都沒有光珠 都很嚴盡 幫我來,對,29萬 這個安全血量 這裡要當心一點 看看,轉向光珠 轉向光珠 轉向光珠 OK,漂亮的 好,化褲拿壞神奇 搞定 兩寸光珠加一寸4 搞定 好,在兩寸光珠之下 都是輕鬆秒的 並支援血量 效果沒有先制,所以即使換不滿都可以 第六關抽暗 抽暗就是有個角色無效兼全版 留意抽光也好 角色無效兼全版 我們開回CM隊 開回CM技 直接轉就OK了 對,不需要解任何東西 畢竟珠很卡在這裡 我們轉回 對,輕鬆轉回 這樣就OK了 真心 是不需要加那麼多東西 就這樣 還有兩寸光 和心珠 硬頂回彎 先看看 幫過來沒記錯是12萬左右 是不害怕的 對,幫過來吧 麻煩 對,輕鬆一下 再來 開回CM 這裡要為何要心珠呢 全版的... 不是,三寸光腰呢 這個火力的話是可以直刃半血的 畢竟這位都高防 雖然瞄不到 但起碼可以頂... 起碼可以兩彎瞄 好,差不多了 三寸光腰 好,差不多了 三寸光腰 這份狀不正 熟之下都可以頂到 OK 拜拜騎士 再見 陷劍士 第七關 前面都頂快 七關抽這隻就爽快了 個人喜歡這隻 因為不用磨太久 可以直接秒 對,怎樣秒呢 開回CM仔 CM姐 轉回兩寸光腰字 所以就什麼都搞定了 轉回那些... 呃... 這樣吧 轉回那些... 弱化豬走 OK,漂亮的 全部轉了兩寸光腰 解回... 無數無效 這裡都可以秒了 因為這位是超脆皮的 OK,一槍就搞定 第八關抽什麼呢? 抽這一隻 這一位都是要講一些技巧的 因為這個全版陣我們沒有解版 所以假裝完這一下是沒有光珠天降的話 就像這樣 就將死了 OK 本來以為有光珠天降的 即是預知嘛 X教授的預知有天降光的話 都夠時間轉 但假如沒有的話 就... 就GG了 OK 那就... 玩完了 因為時間是不夠的 不夠轉兩寸 唉... 第B 真是弱智 真心弱智 這個真是弱智 這個真是弱智 對,是... 夠轉五顆 不夠轉六顆 只有靚天過靚 八痴 沒有啊 快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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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強姦 麻煩 OK 這樣就比較完美強姦 剛剛那一層看到X教授和這個益少龍 應該龍門龍的決定性分別在哪裡 因為龍門龍一定夠時間轉兩寸光出來 但X教授就不行了 所以假如有龍門龍的話 個人是強烈的用回龍門龍 一定會容易玩很多 X教授真是貪他的難度 好,今次差不多中那隻死人光 那隻可以直接秒 這樣吧 轉兩寸三寸光妖 先打到半率以下 是夠力的 半率以下 半率之後再來一次 OK 都是這樣 轉三寸光妖就夠了 抽這隻二很多,沒那麼煩 抽一隻光妖,不像光妖鬼龍會煩很多 好,第九關 抽大天狗 大天狗沒什麼 都是直橙 但我們未有MM技 我們儲回兩回技 一貫通要扣MM 抽 守,OK 守什麼 守不住我已經 在我CM兼MM的猛攻之下 你怎麼守 OK 再來MM 這裡就直橙了 那再轉三寸光 升四顆 再轉小豬 那就是差不多了 等等再移一下 那已經差不多了 那要轉小豬 下一回合幼 現在有點嘴sk 非常有體roll 好系列的很 элемut 第十關抽這隻 這位仙制減CD,在減CD的情況下還要加個隊員CD 這下千萬不要開CM技,個人建議千萬不要開CM技 我們直接開天武龍技,轉回兩串光要頂一頂 天武龍技為何要開呢?很快就明白了 對,就是這一下他會加速,假如不開天武龍技先開的話 他會這樣加速加到你,滿2技又用不著天武龍招技 所以先開技,不要緊 好,第二回合轉回三串光妖,直橙到半月以下 這裡半月以下有個轉轉轉,監視全版面 所以X教授技是這回合先開,記住 光點開技,漂亮的 開完教授,開完Marvel 這裡也是,三串光就送他一程 這樣呢,三串光是轉光了 在這個火力之下基本四串光 火力方面是... 哇,看不到兩邊隊長,另一邊的騎士佬是18億 刺線18億倍功 好,第十一關 阿典娜,阿典娜,哎呀,減屍一點阿典娜 早知道不開天朝技啦,八串天武龍技 早知道不開啦,哎呀 鬼抽這隻嗎 這裏要儲技啦,畢竟下一個有機會中一個... 有機會中一個... 有機會中一個風武龍 那隻是會國性無效 所以天武龍技是十二關一定會有 這裏就要硬... 弄回兩彎先啦 好,等到差不多了,剩下兩彎技 我們開回騎士 Kiramegi 直接來啦 轉回我心先 對啦,心主一定要 心主四串有啦 OK,轉回光四串...不是光三串 三妖智 這個火力直撐根性 那阿典娜根性是450%重力 假如CM對雙CM的話是不夠頂的 所以回答騎士會好一點 好,再來CM 這裏在騎士的兩倍保持之下 應該有兩彎解放保持之下應該就夠秒了 嘩,我這一下忘記開回... 咦,不是,是武技 X教授武技,但不要緊,都夠珠 兩吋光腰之下也夠了 那三吋光呢 更加夠秒了 OK,搞定 第十二關啦 十二關抽不中 覺醒無效 那就直接秒了 這個位置是吸回... 水光而矣...不是,水火而矣 我們開回... CM兼MM 直接秒了可以 多圓地魔王的X教授 都可以轉回... 留點光珠 對啦,留點光珠避到下一回合呢 以下轉前心思 這份玩三人協力都可以留點珠給隊友的 展示一下你暖藍的一面 OK,一槍搞定 下關啦 十三關,幾乎是尾爾王 十三關是尾爾王 然後抽這一隻 這隻都OK的 都不算很煩的 然後抽正拍犬龍的話 這一下傷棄輸真的棄死你了 這份夜城龍都不怕的 都是夠血頂 那為甚麼要頂呢 因為我們要儲回... 我們要儲回騎士技 騎士技BOSS層一定要有 然後入BOSS關沒有騎士技 基本上必死 OK,那頂完這一回合之後呢 MM、BOSS、騎士全部有技 這一下就真是正啦 好,那就不要引了 馬上開技先 在過著這一下開教獸技 再來CM 然後來回MM 連同騎士就可以不用開著 因為夠力秒 我們下班才開吧 節省技小專家 留意一下千萬不要轉那麼多 這些卡珠好煩的 卡死你真是會 那... 轉光珠行不行? 哎呀,轉不像 有了 都是三寸光腰 都夠了 三寸光腰之下 再見 這個是... 什麼龍啊? 難怪記得名字 但不管了 我們重頭戲是BOSS 因為時間方面只剩下...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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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多 因為前面拖太久了 要快 好,空少世界 減手指13才吸收 好,開回CM 再來騎士 對了,這裡 光珠不夠 但是... 時間應該都OK的 我們先看點 因為光珠的表面不夠 只有5顆神經過迫害 將木珠呢 對了,木珠的光珠 緊急木珠的光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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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夠時間都 OK 2,這下 OK 三寸光耀 兼版面15C 對了,15C 三寸光耀 16C 這下你死不死? 你沒得不死 我雙龍Q了 不都要死 OK 一圈搞定 這圈搞不定不住的話 就輸了 所以這一圈很關鍵 然後MaiiBoss這個是簡單的 個人認為就完全不犯 基本上... 嘩,全版轉暗 開回CM 轉光,你暗我明 氣暗透明 再來MM 這下可以看得怎樣 我們可以試一試 可以試一試 真是... 還在70億解放的力度之下 會是如何 各位 有嬌滅不到的 有嬌滅不到的 好,這下三寸光耀 天降 四寸光耀 啊,四寸光之下 70億 這下... 喂,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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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米啊 嘩 嘩,屎了賴賣真是嚇死我 哇,火力是很瘋的 差點可以瞄他 差點一圈瞄 我騎士大佬是... 瘋狂斬殺 好,那這裡呢 看來可以兩彎秒了 好,最後轉回兩寸光耀 直接搞定了 哦,兩寸光耀金一寸光 深腰呢 深四顆呢 應該輕鬆搞定了 OK BOSS中的BOSS啦 最終階段真正的姿態顯現了 空少龍來了 不祥的御兆 不祥的御兆 白絲吸收 兼的盾 再來 踢豬掉落 衣阿凡 好,我們先來看看CM 因為時間不多 我們快點來吧 這位都是... 慢慢用兩寸光感來... 磨血啦 除此之外變無他發的啦 轉發兩寸光耀 變一寸光的話呢 這個火力圓無意外呢 嘩,這樣就太多了 打不打到呢 都可以的 都某些可以打到的 好 再來 暫時擊珠不是很迫害 趁這個時間 趁這個時間,快點上血啦 好 再來一寸光耀 兼一寸光 兩寸光耀一寸光 這一火力之下... 經易是半血啦 OK 四湯半血啦 四湯半血 減回呢 破水球 轉轉轉 再來 幫忙 四百五重力 二萬 二八萬二二 輕鬆 OK 這裏開回... CM 兼天保龍 因為這下減回呢 即是不開回... 天保龍是不夠頂的 這下開回了 但是這下都難轉 這下都不算易轉的 這下都真心 我們盡量... 擊珠盡量沒有碰 盡量啦 因為減回之後真的很危險 我們目標轉回兩寸光 加一寸深腰,深四顆就夠了 差一寸光 光這下... 好,漂亮的 WOW 這下漂亮,這下真是補到尾路了 轉回兩寸光腰,加一寸光呢 這下就可以... 嘩,都很大力的 並且在輕減盾之下幫過來 完全不通 應該是半減盾 那這裏可以秒了 開回CM 對,開回CM 兼且是... MM 浮貫通 加上... 騎士 OK,加上騎士 Kilamaki 這裏什麼都死的,各位 這裏免不了真的什麼都可以 這裏轉了三寸,這裏什麼都死的了 最後千萬不要炒車 等等,這樣 就是這樣,這樣 咦,還欠 還欠... 嘩 都難轉到,等等 按吧 按吧 嘩 真是千萬一咎 斗棋轉回三寸光腰 三寸光腰,這個火力 70億,70億,70億,沒錯 70億,1tm秒 本來沒有機會2tm秒,可能都有機會 但你氣珠太煩 這個就是CM隊目前的強盜 在這個低難度編成之下都可以輕鬆 都算輕鬆了 雖然有龍門龍的話是更加輕鬆 畢竟X教授是難用少少的 即是有機會是會將死 所以假如那位龍門龍,用回龍門龍會好些 但無論如何都好 這一隊的CM隊 在全部可以換回來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成功打贏這個 女... 女空少challenge 所以假如各位有時間 並且齊隊員齊角色的話 不妨試一試 好,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最喜歡影片的希望給大家和訂閱吧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拜拜